最近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在寻女问我要半熟清芝士的做法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好力来卖的超火的半熟清芝士蛋糕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哟 先将芝士 白砂糖 全部倒入碗中 我们用打蛋器将它搅打顺滑 搅打顺滑后 我们分次加入蛋黄 然后先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我们加第二次蛋黄 同样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它是光滑细腻的 没有颗粒 好接着我们将淡奶油一次性加入 好同样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用打蛋器将它继续搅拌 我们的芝士糊搅拌出来它是光滑细腻 没有颗粒的如果有颗粒的朋友们可以将它过筛一下 好我们放一堂备用 在打发蛋白之前 而且我们要开烤箱预热 上下火150度 然后我们烤箱稍稍有一点点的温差 稍微调整一下 接着我们打蛋白 白糖分三次加入 我们先低速将它打自粗泡 接着我们加第一次白砂糖 我们做清芝士的话一定是要将我们的蛋白打细腻 所以说我们开中速就可以了 我们打到蛋白细腻的时候加第二次白砂糖 同样是开中速 蛋白打到已经开始出现纹路的时候 我们加最后一次白砂糖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低速打发 我们打自提起有小尖角就可以了 像我们的蛋白你看它是有纹路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蛋白分两次加入到我们的芝士糊里面 然后我们做翻拌的手法 我们动作一定要轻 不然它会混合很多大气泡在里面 翻拌均匀后我们加第二次的蛋白 同样以翻拌的手法 接着倒入到我们铺好油纸的六侧模具里面 然后我们稍微将它晃动平整 接着我们用浴水法盘中倒一点水 把我们做好的芝士糊放在中间 烤箱中层 我们将它设置60分钟 在芝士蛋糕烤制的过程中 我们来做镜面果胶 我们将水倒入我们的蜂蜜里面 将它稍微稀释一下 它用于蛋糕出炉刷在蛋糕的表面上 好我们放一旁备用 时间到了我们将它取出来 然后我们将它涂抹出来 我们再趁热刷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蜂蜜水 我们的半熟清芝士就做好了 我们如果放在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味道会更美味哦